大家好,要说今年最火的女艺人是谁,当然非万倩莫属了 之前火的都是一些流量艺人,没有想到在这之中万倩翻红了 而一个艺人的火爆程度肯定会有资源报表的情况出现 对于万倩来说,她不仅登上了央视春晚 还加盟了北京卫视春晚,江苏春晚,湖南华人春晚 此外还有央视的东南西北贺心春晚,辽宁春晚,湖北春晚 可以说是今年但凡有春节晚或者电视台都会看到万倩的身影 而一口气参加了7个春晚节目,万倩也是创造了新的记录 如果说得到了一个电视台的肯定,那么没有什么问题 而她得到了7个电视台的肯定,足以证明她强大的影响力了 其实对于万倩的一金崛起,网络上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只不过但凡有血性,有争心,有胜负心,想红,有问题吗? 在没有红起来之前,我们藏好这颗想红的心 不应该吗?谁天天是把想赢想红挂在嘴边呢? 谁不是在蛰伏的时候低调累积隐藏自己的欲望呢? 工人要做出好产品,演员要演出好角色 观众要学会区别演员和角色 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才是火的前提 当然除了7个春晚节目的加持 与刘德华的电影《人潮汹涌》与陈坤一起合拍的电视剧 也是让万倩的资源更上一层楼 此外还有网友爆料,万倩要加盟芒果的新综艺 2021事业也会更上一层楼 没有不想红的演员,除非她已经红过了 而因为红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 而就像杨子说的一样,你不红随时有可能被换掉 不论你之前为这个角色做过多少努力 你没有流量,随随便便就会被人取缔 而你红了之后,可以接一些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就可以从中选择好剧,爆红,或者是自己喜欢的角色 很多不红的人半年,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没有戏可拍 这就是现实,说不想红真的是虚伪 对于万倩来说,这么大的年纪能翻红实属不易 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 估计她和她的团队早就已经想好了 至于能走多远,能有多少人接受她 这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